蹤影的那個新人伊斯利達 即是巴塞的中場 如果算到伊斯利達,算貴家 有紀念美,算是經驗好,也有沙維在 算是靈活,算是射術,不像是沙維奧,也比他好 所以伊斯利達應該這樣說 未夠經驗或實力,能夠拿到正選 不過今次可能沒什麼大將可以用 不需要嘗試他新人 不是,或者是他喜歡亂點這張譜 這下可能安力基覺得斯丹過去打爭 打這個配路 現在其中最惡死的就是加比 而這邊羅佩圖卡羅斯也先進去捉住 不讓莫達也不要發火 分開兩邊球員,不讓他們的火氣減到最低 來的斯丹,還追上安力基 大家互擄 安力基已經有王牌在身了 這段時間就算一人拿多個王牌 還是安力基不著數 對啦,要趕出場的,如果要多拿一個王牌 安力基就... 但問題就是剛才火頭拉出幾個 球證究竟變得哪個火頭 什麼球員有什麼動作呢 華古華都賣去罵罵,安力基 要看一看他們的王牌在身 因為安力基其實很不相信王家瑪得他對球 那以下就是斯丹